第五百八十节 十四万高丽援兵在铸碧山被一锅端了 高丽新的援兵还没有来 整个辽东现在除了安市城 其他地方的战役都已经逐渐平息 李二在收缩兵力 看样子退兵回国已经不可逆转 走了十天 冰雪已经融化 暖暖的春日下到处都是小小的溪流 马蹄子陷进泥里 往外拔的非常吃力 爬猎已经在后黄城换成了大车 车轱辘陷进化洞的泥里 往往需要一群人帮助才能够抬出来 队伍行进的非常缓慢 离安市城不到五十里的地方 天上开始下雨了 小雨夹杂着小雪 落在铠甲上 不一会就变成了冰片 这样的天气比寒冬还要阴冷三分 大军结成了连营 高高的雕斗上 飘着黄旗 低矮一些的帐篷上 同时还有很多的将旗 放眼望去 城 牛 李 张 长孙 还有很多看不清字的旗子 不用说 老牛 老城 李记 张氏贵 长孙无忌都在 文臣是不利将棋的 他们有自己的牌子 整个营地法度森严 豪沟 寨墙 路脚压岔 寨脚上的碉楼里强弩凡似 不断的有背着旗子的传令兵 四处穿梭 将军令传递到四方 还没等云叶去见皇帝 老城倒是先跑了出来了 见到云叶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呀 大意就是说 高丽现在是一个烂泥潭 你没事不在岭南钓鱼 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啊 见云叶笑呵呵的满不在乎 老城的怒气就上来了 这准备再骂 就见到段红 从寨子里出来 大声宣誓 皇帝的命令 让云叶去率仗觐见 进军寨是要报名而入的 云叶扯着嗓子 朝着寨墙上的福建站立的 长孙无忌唱名 雨雪中看不清楚 长孙无忌的表情 只能听见 他准许自己入内的呼喊声 军营里更是成了烂泥潭 无数只大脚踩在泥地里 发出的怪声不忍促听 经常有靴子 被烂泥 粘掉的军事 大声的筑骂这个鬼天气 云叶注意到 他们的手上 脸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 带着冻伤 真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从寒冬里熬过来的 草原上的寒冬 比不上辽冬 云叶已经被冻得半死了 手插在裤裆里 取暖的丢人事 这干了不止一回 可是在辽冬 手插在裤裆里 都未必有用啊 这里的冬天 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段宏的耳朵上 也有洞窗 武功再高 也练不到耳朵上 云叶从怀里 掏出自己的耳套 扔了过去 段宏学会了用法 毫不犹豫的 扣在了自己的耳朵上 别这么带 一会儿耳朵上 渗出来的黄水 会粘在耳套上 想弄下来 就得把皮撕裂 你要先把耳朵包上 再戴耳套才行 浑身裹在皮毛里 再戴上皮耳套的断红 看起来和一只树里 没什么区别 听到云叶这么说 固执的摇着头 小声的说 都快要冻死了 谁还顾得了这么多呀 陛下的脚伤 也长了洞窗 这几天 酸痒难耐 你如果有药 就赶紧拿出来吧 没有好法子 只能用药水洗 军中就该有 我来辽东 纯属意外 我哪里知道 陛下也会被冻伤啊 你们连他都没有照过好 那别的军事 是不是已经死伤惨重了 云叶赶紧问出 自己最关心的话题 将士伤亡不严重 就是脚 手 脸 耳朵 受伤的很多 尤其是以前冻伤过的 这次更加容易冻伤 军中衣冠 医治的法子 还是砍手跺脚 云侯 有没有别的法子 这样下去 陛下都要被砍去脚趾头了 大军得胜还朝的时候 要是全是残疾 就难看了 段红不是一个多嘴的人 但是看到云叶 还是忍不住的 介绍了一些隐秘的事情 尤其是皇帝的伤情 这种事一般不告诉别人 事实上 云叶有点怕见皇帝 到了大帐门口 犹豫了一下 在段红的再三催促下 才走进了大帐 程咬金他们就守在门口 张亮更是背负着双手 跪在泥地里 等候皇帝的发落 来的时候 豪情万丈的 要质问李二 但是到了军营 豪情壮志不翼而飞 两条腿抖得 像是在弹琵琶 坚持让云叶把自己绑起来 到了皇帝的军帐外面 就再也坚持不住 腿一软 跪倒在悉泥里 还把脑袋处进烂泥 云叶确定张亮不怕死 身经百战的人 如果还是怕死 那就太过分了 只是长期处于 在李二的淫威之下 畏惧的心呢 早就铸成了 越是靠近李二 畏惧之心就越重 进了金帐 云叶就看见李二 翘着一条腿 坐在火炉边上 烤自己的脚 一个宫女 拿着一个玉挠头 轻轻的帮他挠痒 脚掌的外侧 有一大片暗红色 可能被宫女挠到了痒处 歪着嘴 倒吸了一口凉气 李二见云叶背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 还没等云叶拜见呢 就怒气冲冲的说 都是一些混账行的 正在冰天雪地里作战 你们倒好 一个个跑得远远的享福 也罢 知道过来 就表明良心还没有被狗吃 清雀那个畜生呢 怎么不见他 云叶起身之后 就把宫女给撵走了 端着李二的脚 仔细看了看说 还好 不严重 只要注意保暖 就没问题了 说完 就去翻自己带来的包袱 掏出来一摞子 厚厚的羊毛袜子 还有一双崭新的靴子 蹲在地上 帮李二套上袜子 觉得一双不够 又套了一双 这才把马靴给他穿上 李二默不作声的 任由云叶施围 见靴子穿好之后 这才站起来 走了两步 吵了云叶一眼 淡淡的说 清雀不愿意来见朕 不是的 清雀患上了心理疾病 不意再乘船 如果再乘船 说不定就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他在上船的时候 微臣把他丢下了 自己带着船队赶来了辽东 这些东西都是清雀亲手准备的 微臣刚才替清雀献上了他的孝心 云叶不但解释了李太为什么没来的原因 还仔细的给李二讲述了长期坐船 对人形成的心理压力 并且把李太上回发病的情形 给李二讲述了一遍 一听到李太患病 李二的神情就紧张起来 后来听说 只要不长期坐船 就会没事之后 才缓了一口气说 坐不了船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黄土地上生长的娃 水蛙都没有蹚过几个 要他在大海上航行 拿为他了 南船北马自故皆然 朕乘船之时 还需要将士们蒙住所有的船舱 看不见水 才能感觉舒坦一些 清雀能陪在你在海浪上奔波 远奔万里已经不错了 他的性子敦厚 如果不是你把他扔下 说不定会强撑着来辽东 孝心虽然重要 但是要拿我孩儿的性命来证明 朕不为也 你能来也是一样的 清雀找到了凤凰 一口气抓了七八只 如今就养在岭南 等到娘娘大寿的时候 准备给天下人一个惊喜 见李二的心情不好 云叶就简好听的给李二听 凤凰的话题果然引起了李二的兴趣 盯着云叶看了梁九才说 朕知道你们这些做臣子的 都在把朕和皇后当土鳖对待 猪身上贴上金片 就敢当麒麟进献 你们不会也这么做吧 那样的话 可就让朕和皇后伤心了 自己的儿子女婿也来骗人 虽然李二说的很准确 天堂鸟确实不算是真凤凰 但他呢 绝对是最像凤凰的一种 这种高级的假货 拿沾了金片的猪来做比喻 这才让云叶伤心 见云叶不说话了 脸色也不好看 李二探着头说 难道朕说的不对 世上真的有凤凰 传说中凤凰每五百年 即乡目自焚 而后重生 眼力非常 你们弄来的凤凰 也有这种本事 云叶继续蹲下去翻包袱 边翻边说 都烧成灰了 还能重生这种鬼话 您也不信吧 但是清雀找到的凤凰 确实喜欢在火焰里洗澡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会儿功夫 却证明了 他确实喜欢火 样子和凤凰极度相似 而且喜欢浴火 除了凤凰 我们俩不知道 该怎么给这只鸟取名字 李二惊讶至极 样子长得像也就罢了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但是喜欢浴火就说不通了 百兽擒鸟 畏惧火焰 乃是天性 如果真的喜欢浴火 那就和云叶说的一样 确实除了凤凰 不知道 怎么才能给他命名 陛下 您拥有天下 但是 这种两斤重的珍珠 您见过吗 云叶又从包袱里 掏出来一颗 滑光似射的珠子 放在了李二的床榻上 继续翻包裹 李二看看珠子 不耐烦的云叶 一样样的线包 拎起包袱 就全部倾倒在床榻上 宝石之类的东西 李二看都不看 最后拿起了一个银盒 打开之后 里面分成了好几个小格 每个格子里呢 都放了一种香料 就抛下盒子说 除了你说的凤凰 让朕神思飞驰之外 剩下的不过都是一些恶毒 就不要来乌镇的眼睛了 香料这种东西也当宝贝 不够丢人钱 陛下 这一两颗 您自然看不上眼 但是每年数十万斤 您还能小缺 云叶瞧眉眸说 哦 也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清雀准备养活镇 和他哥哥的衣仗 哼 说说 小子 别人说皇家的事会被砍头 你就算了 你也是皇家的一份子 你怎么看朕和成前的纷争啊 李二重新拿起银盒 仔细的欣赏香料 还把肉扣放在鼻子跟前闻闻 心情很愉快 很好啊 成前已经在努力的向您证明自己 已经做好了继承大唐帝国的准备 剩下的 那就看您如何调教他了 人总是要吃亏的 成前不吃亏 就不算真正的长大 就看您打算让他吃多大的亏了 但愿不要太狠 太狠了就会打消他的雄心壮志 雄心壮志这种东西需要小心的培养 成前好不容易有了 您就该好好的培育这棵小苗才是啊 这种话用家常话说出来最好 绝对不能过于尖锐 父子之间的感情很奇怪 有时候很温馨 有时候呢 却很暴力 不管是温馨还是暴力 其实都是爱啊 外人贸然间闯进去 很难全身而退 长孙无忌这个当舅舅的都不行 所以呢 云叶跑得远远的不掺和 段红将李二的茶壶端了过来 李二抿了一口 把玩着那颗大珍珠说 这个见地比较奇怪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 都证明这种争执几乎无法科解 你凭什么认为朕到此都能控制住成前 这里面牵涉的东西很多 就算是成前不会行大逆不道之事 到时候他的部下也会逼着他走这一步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不过你的想法比较新颖 姑且听之 你是怎么抓到张亮的 大海上你能用三艘船就将张亮生擒活捉 难道你已经是大唐水上的第一汉将了 李二觉得和云叶说里程前比较无趣 就把话题转到了张亮的身上 陛下 我们其实就交手了一个回合 张亮就投降了 听说他过来有话要问陛下 原本慷慨至极 可是到了大帐外面就成了磕头虫了 脑袋都处泥里了 李二哑然一笑 对云叶说 朕的惶惶之威 还不是他张亮能忍逆的 你看看朝堂之上 有几个敢在朕面前肆无忌惮的人 未争都不敢 你自己掰着指头数数 大不敬的罪名 你占了几条 皇后给你点赏赐 朕要看看你居然撒腿就跑 还有你那个无法无天的儿子 太子妃大宴宾客 就因为下人见他年纪小怠慢了他 他就烧了马舅 张行成六十岁的人了 被马踏在腰上 差点一命呜呼 不过 那小子有皇后呼着 没人有办法 包括朕 皇后真的发作起来 好家伙 那才是天地变色 张行成明明 被马踩的差点丢了半条命 硬是告诉别人 是他不小心扭了腰 不敢说是你那个宝贝儿子惹的货 太子妃 还有重责那个拐事 把他交给了皇后 然后就没人再见过那个人 小子 你说说 朕和皇后 对你云家如何呀 此情此恩 微臣自然铭记于心 永不敢忘 陛下有何吩咐 请直接吩咐 云叶是您的臣子 没必要 心狠图报吧 云叶很奇怪 李二的反应 不 不 这是两回事 朕发现你在报案的时候 总能把事情办得很漂亮 但是你应付差事的本事 也是一流啊 朕用将从来都不拘一格 鸡将 骂将 都是办法 先图报也是一种 看到了 安市城就是朕的耻辱之地 朕被人家骂得很惨 你去把安市城攻下来吧 朕洪 把云叶的将棋升起来 告诉杨万春 云叶来了 自古以来讲究 主辱臣死 皇帝被人家骂了 大家对杨万春毫无办法 这就是李二的耻辱 围攻了六十多天 安市城虽然岌岌可危 可是唐军就是对他毫无办法 当所有人认为 安市城最多只能坚持三天的时候 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大唐的兵马 还是死死的被拖在了安市城 这对于几乎战无不胜的大唐来说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李二不是浩大喜功的隋扬帝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智者所不取也 撤退早就成了大唐营里的共识 原本在大帝还没有解冻的时候 就打算撤退了 但是莫尔和人忽然分成了两派 其中的一派在乌延忽的率领下 背叛了与大唐的盟约 不断的骚扰良道 如果这个时候撤退 高丽就会惩罚金善德女王 百计的浮渝一词 这个墙头草也会跟着反叛 只有攻下安城市 处理掉那个乌延忽 才能体体面面的回国 要不然白岩城 驻碧山之战的辉煌胜利 就会黯然失色 就因为顾虑这些 李二才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撤退 现在云叶自己来了 他想看看云叶的智慧 是不是比别人更高一点 至于安市城 他已经有了计较 杨万春这些天 就像是活在地狱里 一个冬天的时间 让他感觉 就像是过了整整一生 安市城已经快被榨干了 士兵身体上的衣服 好多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粮食还有 主食粮食的柴火 却已经没有了 拆毁的房梁 门板都被燃烧殆尽之后 剩下这段被围困的时间里 就要开始吃生粮食了 杨万春带着笑意豪迈的大声说话 时不时的直指外面的大唐营帐 说几句笑话 他去除了铁甲 换上了一身皮甲 这样的天气里穿铁甲 就是在自己找罪受 身上背着一个粮食口袋 看到在一点点嚼食升高量的军士 就从口袋里抓一大把炒熟的麦子 塞给士族 发誓赌咒说等到唐军退去之后 他要把方圆百里的牛羊全部杀掉 供大家吃喝 日子不过了 引的士族们呢 是通堂大笑 军心还可以用 至少抵抗一个月不成问题 现在就看谁的毅力更强一些 杨万春的笑脸到了仅剩下的一个城楼上 就消失了 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亲位都被他拒之门外 只有到了这里 杨万春才会表现出颓唐 疲惫 以及伤心这些负面情绪 自己亲自刺拢了两个儿子的耳朵 这样的惨剧 依然像刀子在割他的心 两个儿子全死了 老七也投还自尽 老七的尸体依然停放在帅府的后宅 可是儿子的尸体却找不回来了 听别的士兵说 都被火药似成碎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